昨晚外两名男子原本好端端的正在聊天 就下一秒其中一人就变成目标 因为一辆车才刚停好 车上下来三名男子二话不说就朝他攻击 一人的那一方手持辣椒水喷洒 对方三人则是拿出铁棍砸下去 两边爆发冲突直到警方到场 保护啊 什么叫行保护保护 来我现在什么叫实施广保护 嫌犯已经逃逸只剩下被害人这方 但他罪到连说话都说不清楚 而且警方了解被害人是直播主蔡成忧 这次冲突就是从他的直播酿活 事发在新北市中和的一间酒吧 三号凌晨一点多 蔡成忧从台南北上来消费 开直播和粉丝发生冲突 除了比出不雅手势甚至还呛瞎 不敢出现就是胆小鬼 对方一口气来了三人爆发肢体冲突 最后蔡成忧受伤送医 就是啊 终于站起来啊 警方获报之后 循现逮到一车三人 依据中斗欧最嫌将他们移送法办 只是近来蔡成忧频频闹上新闻版面 超怕的 吓死我了 今年九月才在饮料店和网友起冲突 结果两个月后 他来到新北市土城 也和其他女直播主拳脚相向 甚至还在台铁和乘客发声口角 他一气之下喷洒辣椒水 最后发现事情大条 还在自己的抖音平台上道歉 吸引了九万多人观看 但看看他的账号 里头影片的观看人数 普遍落在三四万人 也难免让人怀疑 是不是想要拉抬自己的人气 身为网红 频频上了社会新闻版面 赚了流量 却也影响形象 TBS新闻流出 吴欣燕 新闻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